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约50名残疾人代表协会聚集在社会福利部 抗议残疾人士使用的津贴支付系统JKMP剥夺了他们消费金钱的权利 并要求会见妇女部长丽娜哈伦给出解释 画面中可见数十名残疾人士举着应有丽娜哈伦肖像的抗议牌子 其中还写着不帮助OKU反而打击OKU竟然敢碰我们的钱 我们不是动物 据了解由于丽娜哈伦有工作在外因此没有现身让场面一度混乱 残疾人士的JKMP计划于去年2月开始实施 根据消息通过JKMP受援者将获得批准援助总额的50% 将其寄入受援者的伊斯兰银行账户并可使用ATM或伊斯兰银行借记卡提取 剩余的50%将存入JKMP卡 售款人只能在伊斯兰银行注册的250家商店购买基本必需品 日用品和药品 但是未在必需品信息中列出的清单 将不得使用JKMP卡 残疾人士协会的发言人弗朗西斯西瓦Francis Seaver表示 该计划被视为对残疾人士的压迫 因此他们今天的出席是为了交出一份抗议备忘录 以抗议该计划的实施 他们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了这个计划 我们现在对各部委和部长们感到非常失望 每个残疾人士生活都很艰难 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他说JKMP卡中包含的50%的扣除援助 不能再根据受住人的意愿 用于支付房租 电话费 特殊药品等 妇女 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副部长欠递 在拉随后强调 该计划是新接受者的一个选择 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胁迫 这项计划的实施不是强制的 但我们也先进行了采访 所以声称它涉及所有受住者纯属误解 他指出这项计划是一个试点项目 不涉及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接受者 只涉及新的接受者 而不是现有的接受者 他今天在收到来自残疾人士协会的抗议备忘录后 在该部大楼这么解释 为了说服李子佳 继续留在国家队 大马羽球 总会BAM开出了给了他 一百万的年薪待遇 当地马来报章每日新闻 今天援引余总的内部新闻报道称 李子佳本月11日向余总递交辞职信 申请退出国家队 成为自由职业者后 余总给他开出这个优惠条件 每日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这是余总历史上第一次为球员提供如此优惠的条件 尽管拿督李宗伟与毛球传奇人物 为国家带来了如此多的荣誉 当时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消息人士称 由此可见于总对李子佳的看重和珍惜 他也被视为余总的重要资产 不过据了解 余总的这个提议 无法与李子佳在外获得的现役比较 但这已经是余总能做到的最好最高的出价了 消息进一步补充说 不过 李子佳似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致意要离开大马于总 每日新闻也统计 如果去年勇夺全英赛冠军的李子佳 接受于总这星金一百万的待遇 那么他每个月收入是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令吉 这笔月星还不包括其他收入 例如 赢得国际冠军的奖金的百分之一百将由选手获得 以及余总的其他奖励和津贴 值得一提的是 李子佳今日与大马于总谈判 进展顺利 余总署理会长 拿督斯里加哈比丁 在会谈结束后 发表简短谈话 表示双方会谈 取得正面进展 他们将把会谈结果 向余总理事会会议 做出汇报 预料下周将正式做出公布 加哈比丁表示 李子佳可以参加 二月在我国举行的 亚洲团体锦标赛 毕竟自由人或国家队球员 都能代表国家出展 亚洲团体赛 也是今年 曼谷汤油杯决赛圈的 亚洲区入选赛 经过体长的斡旋后 李子佳今日到大马宇 总展开会谈 预料将撤回早前 退出国家队的决定 内部消息表示 李子佳会见体长后 已经对本身的前途 想得更清楚 稍后 李子佳帖文指出 双方目前正努力 解决这起事件 并表示自己 将全力以赴参加 亚洲团体锦标赛 李子佳也透露 自己有意转当自由人球员的想法 收到与总会长 丹斯里诺扎的祝福 并表示自己过去 和未来的成就 将永远是丹斯里诺扎 大马鱼 总和我国的成就 退出行动党 并在昨天加入明星党 今天受委 宾州总协调的 前州议员黄泉 安玉记 接下来会有更多 前民主行动党的领袖 加入这个西渡大马 半岛的沙巴政党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行动党兵州总部 前主任林发宝 也跟随他 雪州莲花 院州议员李维昌 及兵州前行政议员 拿督罗星强的步伐 加入明星党 寻集为何 选择加入明星党 黄泉安说 他是受到 该党多元种族和宗教 包容与进步理念的吸引 不过我们不只是聚焦 招收前行动党党员 因为宾州明星党 寻求突破政治圈 希望看到 更多企业领袖 和青年专业人士 参入 针对第十五届 大选部署 黄泉安说 宾州明星党 放眼在党主席 拿督斯里沙非议的领导下 争取执政中央 请不吝点赞